選用足夠老身,皮下脂肪豐厚的雞,這樣效果好,不會破皮 去掉雞胸肉,破除雞內部的封閉狀態,這樣內部易熟,不容易破皮 用老抽提前熱制上色,老抽均勻抹在雞皮內腔,半小時翻途一次,量三小時即可 豉油,大半碗由生抽、老抽、水、糖、酒組成,容量又多到少,可以試味確定容量 其他配料用乾香料,八角,桂皮,香葉,還有濃薑,蔥白,蒜頭,提供新鮮的辛辣味道,可脆,甜味 將豉油汁和香辛料小火煮五分鐘,等香料出味 這個時候可以試味道,對糖和水的容量作最後調整 拔腦的過程,用鐵鍋即可,要慢火,但不要太小,要小滾,產生足夠的蒸氣,才能夠熟 將雞的背面潮下,放入醬油汁中,蓋上鍋蓋,小火煮五分鐘 不要取出香辛料,這樣雞皮沒有截足鍋底,不會過於黏底破皮 五分鐘之後,第一次翻面,蓋上鍋蓋,繼續小火煮五分鐘 如是者上下,割煮三次,大約三十分鐘,應該就熟了 既然生熟,用筷子插大腿的根部,如果有血,湧出就是生,否則就是熟了 如果雞偏瘦不出油,可以在二十分鐘的時候加入適量生油 火開大一點收汁,這樣就會有比較理想的外皮 放涼之後,斬件裝碟,原汁油老汁鹼去摘料作為斬碟,可以用紅蔥透來解釋 先挑戰 quickly